台南一名徐姓嫌犯将赌场设置在小吃店楼上 还找来同伙把风 但是还是被远警给试破 警方特地乔装成了客人 为了搜证连续上门吃了三天水饺 眼见时机成熟破门攻坚 但是呢在过程当中 有赌客打破了窗户 裁着采光罩 打算要离开现场 结果不小心摔断腿 警方也将人逮捕送疑 撬开赌场大门 警方全副武装攻坚 高分被喝斥 警方控制现场随后进行搜索 发现赌客逃窜 还冒于走在遮雨棚 袁警也紧追不舍 事发地点就在台南永康区 中华路的一间水饺店 赌场负责人徐姓男子 还刻意将赌场设在水饺店楼上 还找来同伙把风 就为躲避茶器 但袁警也不是省油的灯 特地乔装客人连吃三天水饺搜证 烧灶前趁着嫌犯不注意 警方意用而上 先将把风的同伙压制 而另外在攻坚过程中 眼看有五名赌客打破窗户 踩踏踩踩光罩 看似飞檐走壁逃离 结果其中一人不慎掉落摔断腿 袁警也将人逮捕送疑 以合法掩饰非法 现在赌场被查获 负责人遭法办 而赌客为了躲避远警 冒险逃窜屋顶 结果不慎受伤 依旧落网 只能说赔了夫人又折兵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导